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枪枪三人行 哎今天这个跟我这穿的太恰成对比了啊 我们这土豆 这不是张明老师 我就要夸你今天穿这衣服舒服啊 让我们想起这个过去的年代 过去年代 那过去年代 这不是新汉年间咱们就穿这个 很稀罕没那么远啊 咱聊辛亥行吗 别稀罕了 辛亥革命一百年了 一百年了 最近这个张老师啊 要出本书 哎 有有很多辛亥革命时候的段子 都要跟我们讲讲 他什么 这个我是大概是95年的时候 去过一趟武汉 武汉那个 你现在都照着 打出我纪年了 打出不是不是民国赢5年 95年那个台湾时候 去了以后 一看那横幅打的事 叫做发扬手艺精神 给我吓一跳 我说想干嘛 你们想起义啊 这整个就过分了 要造反 他在首先起义 首先起义 手艺精神 首先起义嘛 这不行 我说你手艺什么精神都行 这年头还并团结为初 但是咱说的手艺精神 是不是说这个烈士啊 不怕牺牲啊 先烈精神都可以 就别手艺 这年头不能手艺 据你对辛亥革命的研究 有什么故事跟我们分享 故事太多了 故事 那个意思不是从哪说好 因为这个辛亥革命 它是个就是这种 各个省互相自己 各自搞起来的嘛 所以各个省都有很多故事 大家就讲 就讲武昌这地方就挺好 特好玩 就我看啊 其实它就是 这个起义呢 其实它有很大的偶然性 是 都说啊 咱们历史上都说 说是这个起义的爆发呢 事与这个事先呢 在俄筑界 俄筑界那个起义 就是那个革命党的据点 被被暴露了 他们四个炸弹 嘣炸了 暴露了 暴露之后呢 就这个什么东西都落到人手去了 然后呢 人也被杀了 有表都跑了 是群众无首了 所以实际上是对革命起义这种破坏 我看恰恰是因为这个 如果这个起义 居然不被破获了 如果这帮头不跑 安不就不安的起义 我估计是就把他就成不了 怎么讲 为什么呢 在这半个月之前 他们搞过一次 也跟那次一样 也是这一帮小子起哄的 他一枪就开了 开了以为满指望大家会响应的 结果 大家没动起来 假装不知道 这几小子 到了半天一看门是小鹰 赶紧跑 你说这半个月前半个月后 革命起义不都一样的吗 那有什么区别 你的意思是一些偶然事件 反而促成了这么历史 对呀 你像比如说 这个事件是这样的 它意义是什么呢 你说这个 当我们那帮旗子等人也是够招的 你说你把钱丢那也行 把枪拢那也行 把什么大印的什么旗子都拢那也行 你把花明车你都带走啊 你车的时候你花明车就拢那了 没错 花明车落在那个 火候总督瑞城上去了 照着名单抓人 你说如果瑞城的聪明一点呢 你马上抓人 也行 马上你马上残酷在压 马上人压 这也弄不住了 或者你说 当众一把火烧了 你说咱不追究了 也没事 对 他呢 抓了几个人 又杀了几个人 然后第二天晚上就传说 这小子暗头所尽 关键这些士兵啊 他不知道花明车有谁 他不像现在后来的共产党 人人平起反抗 就像陈仲吴广一样 你说他死一 反正死也是完 不死也完 对对对 他的教训就是说 对反对派 要么全抓 要么全部抓 你抓一两个杀鸡进猴 事情更坏 更坏 整个造型恐慌 因为事实上就是闹事说吧 最好动员就是这种恐慌 人人自为的恐慌 但是你就你刚才提的问题 它是个问题啊 为什么半个月前起事 全国没什么反应 但半个月后起事就各地 我没什么反应 革命形势一日千里 就是那个新军四平 他的同志们都没反应 那为什么半个月之后 这一下子各地都都响应呢 后来是这样 就是后来他是他响应 就是后来他是他是这样想说 实际上就是人家要造反啊 你平时说说讲 这让你造反吧 你自己当然还好老大了呢 就是好多是人都是这样 你跟他说是行 咱俩离里聊 说来是一门见阴的 最后都是被逼上脸 对 都逼上脸 你真想动那一步 那是很难的 他为什么能够响应呢 其实我觉得 其实可能最大的事 除了偶然性还有必然性 就是因为清朝犯了大错误 他一直新政稿子 其实说他还不错 新政稿子都不错 你现在回头看 新政期间 社会治安非常好 著名的匪首 张庄庄林这样的 如仁廷这样的都归顺了 他帮我打他 归顺朝廷 打自己的同胞了 而各个地剿匪能力 因为他这个搞自治啊 地方自治啊 都增加了 所以事实相当不错 而且这个整个那个朝廷 那个就是财政能力也提高了 就以前不是说 一年也就是七八千千万两银子嘛 这时候已经提高到两亿多 就是他已经 可是各地都有钱啊 你知道这个革命党 就是这个湖北 就是这个湖北的地方 为什么孙山不在这 不需要在这起义呢 从来你们这个武汉的地方嘛 四占之地 你这就是成功了 周围一打你就崩了 但是你为什么这次革命党起义 就没事呢 很大的原因就是武汉这地方有钱 他们革命党人打开翻库和童颜局之后 发现里头居然有多少钱 多少钱呢 有四千万元 当时四千万元是什么概念 那是个天文数字啊 那当然了 而且历代积攒了很多武器 而且还有海洋兵工厂 武器堆积如山 汉洋灶 武器堆积如山 钱也多 马上造病 一下子 第三天就扩张出 他们起义 起义以前的那个整体上的军队啊 才一个师和一个旅 就一万多一万多人 这一下子 他又遭了五个习 就五个旅 五个旅就是两个办师 好家伙 你知道全国当时才多少 不足 他不足二十个师的军队 你在你两个 你这地方两个办师 周围的 周围的这个 周围的这个 这个地方 湖南 河南 江西 马上觉得 这个恐慌 他们的地方 只有一个女的军队 他们觉得很恐慌了 本来说你还想打你的 哪敢打 没错 那就说 这还不都是偶然因素 那还是有很多 就是清政府后期的腐败啊 失策啊 这些都还是实际的作用 是吗 这个 就我最近也看本书啊 我就觉得他说的是 当时的这个状况啊 是群雄风起 其实呢 咱们这个历史啊 有时候容易把它简单化 比如说现在一说 那就是孙中山的功劳 或者是什么同盟会 实际上那时候还有光复会呢 你知道吗 完了之后 大家还抢职位呢 你比如 当时你比如就说这个蒋介石 就蒋介石在干嘛 这帮一帮小子在日本 不是上军校的吗 上上军校 本来在实习呢 突然听说这中国这边什么手艺出事了 马上把这个日本军校的军装拖下来 刘封信说我们走了 100多人啊 马上就回国 回国盼着参加革命 结果他们就到了上海码头 一到上海就大失所望 你明白吗 就是说宣传的形式 一看这不就是个市民社会 该摆摊的摆摊 看不出 因为蒋介石他们想着这就要闹革命了 上海完全看不出来 然后呢就投靠自己老乡 比如上海就找陈其美 陈其美在干什么呢 那所以要感谢黑社会啊 中国革命 你们陈其美就在组织什么青帮 红帮一帮人 那个时候就是你就打你们家子 打你们当地的衙门 武汉那边打了 我那要组织一帮会众啊 我就去打这个衙门 打下来之后啊 到最后我就是一方统领 甚至就是封官许愿 你当个团长 你当个什么 这不跟1967年到处夺权一样吗 定造军 为什么现在 当时都缩权 当时那个萨可地方就成立了两个政府 一个松户军政府 一个户军军政府 成这俩 摆不平啊 摆不平啊 完了各自派人出去抢地方 没错 抢地方 太长的地方 两步都来了 要打 太长的城市说 你们别打 你们打我们这受累 后来这个这个有一波发现人少点 算了 不打了 不打了 没错 我们退了 你知道这种啊 就跟这个咱们过去说的那个那个 老大 蒋树一样 就香港话 叫蒋树一样 因为当时到直到现在啊 这个当然历史有这个悬疑啊 就当时这个陈其美和光复会的 有个叫陶成章的 就在会上就争嘛 就是说哎 我的功劳 我打了哪哪 我我要什么 最后陶成章退下 就走了 为什么走了 因为他当时就觉得在这个会上 他的生命受威胁 就这么走了 当你想当时这个会 后来他就躲到医院 撑病不出啊 撑病不出最后 半夜里一个杀手进来 一枪把陶成章打死 但据李敖的说法 这个枪手就是蒋介石 但是呢 研究至少是蒋介石帮着陈其美啊 打听到了这个陶成章住哪个病房 然后就这么干掉了 对 咱们前期下广告 枪枪三言行广告之后见 哎张老师再跟我们讲讲 他他就是说我刚才说那个 其实说其实这革命啊 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份额 就是立宪派 其实不是说革命 革命党是多少力量 因为革命党之前搞了多少起 孙山时候搞十四起 都是边缅角 什么潮州啊 搞一把什么镇南关搞一把 什么什么雾州搞一把 你说这种地方是边缅角的 这场实战你骑 骑就算成功了都没什么意思 他说这都成功不了 说买些人 乌乌起发红了 钱花光了 死人下了 还问华侨那弄点钱 回来把钱打完了走了 买些人 买些人在这搞一下子 根本就没成不了什么事 革命党人没多少力量 有力量是立宪派 就是我们讲说 这个我们说 就是当时的那些 就是出名的四身 就是自愈疾这批人 武汉 士兵 群伦无所哄起来了 打着天早上 打到早上 瑞城跑了 挖从后后墙挖一个洞 跑了 跑了以后 这不就成功了吗 成功之后发现没头 没头啊 谁头啊 这个吴造林是个连长 所有军官都不参加 这吴造林连长 连长他说我连长也不行啊 完了说咱们把这个 李元宏找来 李元宏躲着 李元宏是反动军官啊 当时他还杀了一个革命党人呢 他根本不想起义 但是梦他抓了 弄了以后 弄了以后 就让他当当当干 但是谁愿干呢 当时湖北资议局的议长 汤化龙他远干 第二天到了 而到了从议了 从议了 而且不光是这样 我看整个这个过程中 你看到一些大四生 像张俭呢 汤寿浅呢 什么像程德权呢 还有这个谭延凯呀 这种大四大乡生 都是议长这一级的人 全都起 全都跟了 全都从议了 有没有 有没有比较大的电视剧拍这些东西 电视剧又不知道 咱俩听说过 《走向共和》 当年有没有电视剧 《走向共和》 《走向共和》有 他为什么呢 就是说 这个之前呢 他不是有一个立宪请愿吗 立宪请愿 就是立宪请愿 人家是干嘛 这些四生们请愿 要你早点立宪呢 是我要跟你分享权利 我倒不是说 他们对民主 其实也没有太多的认识 但是我只可以通过 这非常权利 他们知道的 你觉得回过头来看 中国有没有一个机会 是君主立宪的 有没有这么一个 在那个时候 在清朝亲政的时候 是有这个机会的 那是清朝最后的一个机会 就是说 你这样 就是说 你这个政局 这个时候你不能犯错误 你犯错误 你就没机会了 就是他实际上 他的可能性就在于 他能够维持下去的可能性呢 就在于他能搞下去 就是他这样的 不犯错误就行 如果当时立宪 他立宪了 他还能维持 就是说 那个局面 就是说 我还是分权的 我尽量把权利往下分 别老抓着我这个满人手 就是日本的 走日本的 英国的这一条路 但是当时中国也就只能走这条路 走到时候是比较合适的 因为中国需要个皇帝 中国是你两天的地质嘛 你需要皇帝 对 但是你恰恰 你这个革命党的宣传 他主要的就是在排满上 嗯 就是你非我足类吧 你扬州十字 家定三图 对对对 排满上 但是如果说你干的好 也就罢了 以前我们的历史就不追究了 但是你干的不好 他谁呢 08年 西大后死 光绪都死后以后呢 他们这些少年轻贵啊 盛政王载丰 他25岁 他周围这帮小子 也就是二十多岁的一帮 一帮几少年轻贵 一帮太子大 嗯 就这帮个人 什么事都不懂 想收权 一个把地方权利收回 说中央 就说中央旺旋嘛 再一个就是从 汉手里就收回 收到马人手里走 所以搞黄中内阁 本来我是想跟你分享权利的 你结果你不但 你不跟我分享权利 你不答应我立线 而且什么呢 你还要把我已经有的权利 比如路况全境收回去 陶晓龙就是刚到北京请愿 特别生气 回来以后一肚子气 不干了 老子不干了 他一参加可了不得 你知道起义士兵满大满 他3000左右 嗯 那么大个武汉三镇 你3000兵算个啥呀 对呀 在套路说里有桑团啊 桑团在这个起义中啊 起了很大作用 包括上海就是上司 桑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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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叫桑团 桑团就是那个 桑人组织的武装 平早就练了 哦 就是桑人的团练 等于是 平时练 他每个桑部都出人 出火器 有发服装 发枪 平时还打靶 真刀实枪 你以为啊 城管保安 他那个 人家是民间的城管保安 商人团 人家是有武装的 嗯 他们你在武汉上团一万多枪呢 开玩笑吗 你说一下子出来 围死地面 然后呢 他呢 关键什么呢 当时海军来镇压 海军当时已经有四艘 被炸了巨洋舰了 去来两艘重巨洋舰 那炮很大 当时刘彦宏出生海军的 他说 咱不能革命 这革命的炮一打过来 我们就蒙了嘛 结果海军来了 他没革 他就没打 为什么呢 海军就一度的火 军舰的舰长 他换成谁了 换成满人了 满人哪毕业呢 咱们颐和园 昆明湖那个桂眷 海军学校毕业的 就那练出来的海军 昆明湖里练出来 他能当海军长吗 能服气吗 而中国海军都是 专心很高嘛 对吧 而且还都是 这还是高干子弟 搞特权的 大家都急了嘛 不服 而且沙陈兵 就是在海军大臣 大臣的副官 就是特别知心的副官 就汤香明 后来就是 就是屠夫了 当时还是好人的 他是汤化龙的弟弟 汤化龙的弟弟 汤化龙就习信给他 他就来这游说 结果是海军起义了 哎呦 就是说清代实在最后是太腐败了 所以这个君主立宪也不可能 也得有 我觉得倒不是说太腐败 关键是他什么呢 就是他自己这个犯了一个 最大的错误 他认为将军是我们打的 我就应该收回来 你想想看 他老佛爷统治了四十多年 老佛爷比你们牛多了 老佛爷都没收回来 你们几个小年轻人想收回来 你不是 你让人能服气吗 开玩笑 你二十五岁 像今天讲一个八零后 你想让这帮老头子都服气 你这不是 你让人讲一声 你太可笑了吧 你这太可笑了吧 这种这种错误 他不一犯 他一犯就完了 就没办法行了 完了他们想 真是革命党说的对啊 他们就是非我足类啊 齐心必毅 对啊 哎呦真是 但是后来一百年革命 这么革革命 格格革命 格格革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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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 然后他一个什么权都没有 虚伪了皇帝 我就行了 但是这个虚伪皇帝 你还想这么做的当事 想他想这么做 虚伪皇帝也当不了 当时呢日本人呢其实最坏 日本人是想干涉的 但是所有人都 所有其他的内想都不想 英国尤其反对 但是日本人英国人后来他们答了 答了个意思就是说 中国还是君主立宪好 文中皇帝不行怎么办 其他方案 说咱们把朱铭 就是明朝的皇帝的后代 找出英国 这一项就乱了 因为什么 明朝皇帝 八大三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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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大三爷是死了 多少年了 他这个后面就没有 你普世是乱的 你知道吗 就一旦这个弟子王孙 都拈了以后就乱了 路顶级里别去找 对呀 你要说是 你要是猪 那谁都可以冒充了 没错 满地就冒充了 满地是这个什么三太子 四太子 那这又乱套了 不行了 第一个方案就否了 说咱们第二方案是什么呢 说咱们从孔子家 从衍圣宫那找 衍圣宫 这个不断 真是一个政治浪漫 但是严生宫人家 孔子是素王 从来不当真皇帝的 这传统不对 而且严生宫 严生宫也没这个意思 干这干嘛 政教分离也不能这样 所以说他也不行 那怎么办呢 谁当呢 就找不到人当这个皇帝 就实际上就说 中国必须有皇帝 但是恰恰就是 没人做这个皇帝 没人配当 没人配当 最后袁世凯说 我来试试吧 也不行 当了几十天 也不行完蛋了 你不当没事 一当你就择了 就配不上嘛 你架不住的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他这意思啊 感觉这个民族主义啊 还真的是个特别重要的历史推动力 当然你说 就如果说是不是清末 而且那叫雅夏儿没清朝 是明末 汉族人 汉族人的这个皇帝 一直到最后 是不是没准就君主立宪的这个体制可能不大 基本上就是这个路 但是因为你是买驱除达子嘛 对吧 买人 你达子你又犯错误了 那就完了 而且主要是很多革命的时候的旗号 我就说这些黑社会为什么愿意跟着你打呢 他们从明朝的时候 为什么有清帮红帮啊 那就是鸿门嘛 那就是反对清朝的反清复明的组织 但是反清复盟其实他们也一招牌 也是招牌 我看这材料的时候 好多发现实际上 革命党动员他们的时候 他们好多那个龙龙大爷 其实不知道他是反清复明的 他们就是一帮游民 离开了这个中华社会以后 他们需要有一个组织 有一个组织互相帮助 其实他们并 就是后面的意义 就包括他们一些 比如说帮会那个故事 怎么从超龄市出来啊 怎么这故事 怎么又跟郑成功搭上关系 这全都是他们后来编的 那知识分子在这一段历史当中 他有没有什么责任没起到吗 因为我很小我就听我父亲说 严父跟伊腾博文去英国 伊腾博文就帮那个明智维新 严父就翻译一个天眼论 当时这批流洋的知识分子 在这个过程当中 就是孙中山啊 他们就是这样 就是实际上我觉得 有一个像中国跟日本的差距 就是说你其实你说 如果当时如果中国变的话 其实中国明白人也不少 其实如果总体的知识含量 比如说刚开始接触 比如说海国图志这样的书 开始明智的时候 日本都是当教材用的 就是我们时间久不久比他早 但是为什么你做不动 就是这两个民主 他们的这批知识分子精英 真是推动整个社会的维新的 对对对 日本的整个转向现代化 是由这么一批知识分子做成的 而中国就走了革命这个道路啊 这个革命到现在还在崇拜 你知道这个Revolution呢 在英文里面 在所有的语言里面 它只是把东西颠倒过来 我们就不知道把这个词 Revolution嘛 你讲 我们把它变成 革命 这个字中文一直有 汤武革命一直有的 可是我们这一翻译 可印象可大了 后来你知道 你不cut你就是反革命了 这个整个革命传绿 就是心爱革命 所以他讲了这一大段 是我们整个近代革命的一个起点 我们现在反省的就是说 我们有没有可能对革命呢 在那个时候 其实这跟中日比较起来 其实这个是很难的 因为就是说 人业呢 其实他们并不觉得 比我们更高免 但他有一点 他们要随心方式 会撤击